这个星期是一个很特别的星期 4月22日这个星期一开始 香港就有些转变出现了 除了在走数的开始 还有一件事 都可以说是影响每一个香港市民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这么厉害? 你对这件事的出现有什么看法呢? 哈哈哈哈 由这个星期一 即是4月22日那天开始 凤凰卫视香港台 一个没有本地免费电视牌照的机构 正式成功落地香港 在香港免费电视频道发放节目 无线电视的85频道本来就是财经体育资讯台 那天早上6点 就改了给凤凰卫视旗下香港台播放他们的节目 频道转叠的时候 短片是有介绍到81到85频道的新篇牌 旁白是这样说的 多谢支持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 以下请收看凤凰卫视香港台 过场就再将财经体育资讯台的台肺 撕掉它 就转为凤凰卫视香港台的台肺 给我的印象就是85台正式接下来的 Bye 接着播放的凤凰卫视香港台 不关我事的了 我强调 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印象问题 这两天我都花了点时间去看下这个台 凤凰卫视香港台节目和节目之间 就是我们所说的program break 节目的内容是怎样安排的呢 播什么的呢 一个拥有多条频道的电视台 自然就会在这些program break 节目的空隙之间 播放一下广告 也播放一些宣传自己 在同一个集团之下其他频道的节目 这就是我们所指的跨频道宣传 cross channel promotion 一如所调 我看不到有什么广告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来针对香港的市场 更看不到有什么无线电视跨频道的宣传 cross channel promotion 简单来说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TVB的话 当你按到85频道的时候 你是找不到TVB任何的影子的 那条频道看起来 不是就像另外一个电视台 在营运一条频道吗 还有点特别的就是 无线同串流平台mytvsuper的网站 当中只有81至84频道的节目表 82频道由J2改了TVBplus 无线网站 都没有显示凤凰卫视香港台的节目表 这两个台 TVB和凤凰卫视香港台 看起来真的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mytvsuper网站 有612条频道 凤凰卫视香港台的节目表 当中是以时事财经和评论节目为主 与其说凤凰卫视香港台 提供节目内容给无线电视 不如说无线提供给凤凰卫视 他们自己旗下 因为拥有免费电视牌照 而获得的一条数码频道 更加准确 TVB的说法是这样的 凤凰卫视是无线的内容供应商 所以他们不需要拥有电视牌照 或是频谱的使用权 而解释作为慈败机构 只要播放内容符合 适用法规要求 就有他的自由 在他的平台上播放自制 或是外扣的节目内容 这个说法当然是说得通的 如果对方只是内容供应商 编辑权完全在TVB手中 但综合了上述的观察 现在这样提供内容的一个模式 我真是第一次见了 大家有很多问题是很想知道的 第一个 究竟在85频道的广告收入 如果又收入的话 究竟是归哪间公司的呢? 无线说基于保密责任 不能够透露大家合作的商业条款 广告界有消息说 凤凤凰今次透过TVB的频道下地 正是涉及内容的传输 在广告的层面是没有合作的 又说现时凤凰 凤凤凤凰主要是内地为市场的广告 对凤凰来说香港广告市场规模不够大 甚至是小的 媒体又多 增多足少 生意根本不好做 所以能够将内容落底 令到整个发布系统的震含 更加原备 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最好的目标 算得上是功德圆满了 似乎暗示凤凰卫视香港台的广告收益 是预传给TVB所有的 不过也有些知情人士说 TVB已经将原来85频道的广告 撥到82台 而日后85台的广告收益 是直接给凤凰卫视所有 和TVB的事与TVB无关 我不知道他们两家人 有没有向通讯事务管理局 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或者当局也可以澄清一下 至少我们都可以知道 原来通讯局这次有掌握相关的资料 才作出这个决定 因为这些安排都是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憑着这些安排 可以多看一些 究竟凤凰卫视香港台 是不是只是一个 节目供应商这么简单的身份 试试抽策 在凤凰卫视成功 借施怀文也好 借贺落地也好 那天 TVB发出了一个公告的报喜 基于目前的业务势 会带来的好处 如果是的话 真的要恭喜TVB成功达成这个协议 第二个大家很想知道的相关问题 就是 TVB把85频道交给凤凰卫视香港台 TVB有没有收租金 就是我们等于上架费 同样TVB也是拒绝披露 双方的财政安排 只是表示基于保密责任 是不能透露大家合作的商业条款 有些来自凤凰卫视的消息 就是说 TVB是没有向凤凰收取电视频道的租金 大家要留意 只是说租金这两个字 至于除了租金 还有没有其他另类的收费项目 就没有提及到 例如 发射塔营运费用 频道管理费用 很多名称都可以用到的费用 诸如此类 第三个问题 都是围绕财务的问题 都是重要的 究竟是什么问题 休息一会儿 我们继续 现在想为大家推介 季完美的两样新产品 今次和头发无关 是沐浴露 一共有两款 分别是拥有高效保湿 爽肤 抗敏修复功能的橄榄滋养 香沸沐浴露 以及拥有高效保湿 透护量静白 和角质调理功能的 青檸美白滋润沐浴露 如果你有兴趣 免费获得一份感受版沐浴露 来试试的话 立即打电话 55668299 成功登记的话 还可以得到一次免费头皮检测 和一次免费的体验療程服务 快点打电话 55668299 紧张会不会引致脱发 紧张压力大都可能增加油脂分泌 影响头发健康 所以静化无浪步骤很重要 配合疏通经浪 头皮放松 舒服 又可以改善脱发 头发问题和AI chat 不如和黄山chat 打电话和我check一下 假如凤凰卫视香港台 是TVB的节目提供者 那TVB有没有向凤凰卫视香港台付出购买节目的费用呢? 当然这些财务安排的详情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上一次也提及过 凤凰卫视2016年曾经申请过免费电视频道 不过后来撤回申请 今次和TVB合作可以登陆到85台 可以说是梦想成真得上宿源 有些官府人中透露 如果TVB交85台给政府 再由凤凰卫视申请免费电视牌照 不是不行 不过这个条件程序很复杂 时间会很长 现在电视行业经营这么困难 都看不到有些什么其他企业 愿意投资经营电视频道 这次通讯局就容许TVB将85台 交给凤凰卫视營运 对两间机构 甚至对市民大众也是商人的安排 这个也说法 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是否不可以繞过现时有一定作用的法牌制度 来达到想达到的效果 时间长一些 程序复杂一些 那又如何呢 没有经过招标程序 又怎样可以确定一定没有第三方 没有兴趣申请牌照呢 当年黄维基的HKTV不能成功获得牌照 引起坊间很多热烈的讨论 当时特区政府也是怎样说的呢 时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蘇錦良是这样说的 说法就是这样 香港的法牌制度 自六十年代有免费电视开始实施 回归之前 法牌当局是当时的总督回同行政局 回归之后就是行会 根据现行的广播条例 所有免费电视牌照申请 都需要由港管局作出建议 再由行会去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 才作出决定 法例上 行会就是决定法牌与否的最终机构 前局长蘇錦良说 这是香港的制度 是行之已久 而且有效的制度 我们必须要尊重 今次行会被繞过了这个制度 今天通讯局的决定 究竟有没有尊重过法牌制制 要立刻填补TVB 腾空出的85频道公众利益 是不是真的大到 要凌駕于现时发牌制度的安排 这一点值得大家深思一下